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解如来真实力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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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想起事的意味是 好,我們就先來看這下 来 前面是观世代国家形成波仁 波仁波仁都是照见如云结果 波仁的作用就是 波仁是智慧 是无弱的智慧 那我们说过 生死的根本是什么? 生死的根本是什么? 我见 生死的真结是我见 我见我爱 所以你要离生死 一定要离我见我爱 你没有离我见我爱 你离不了生死 不管你多有功 不管你感应有多生 你没有照见如云结果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离生死 那么 所以波仁是主要的作用 我们讲有三种波仁 瓶子波仁 观炸波仁 石像波仁 你必须透过瓶子波仁起观照 那这个观照一定不离开 去观察这个不因身心的我 一定不离开这个 你只有照见五云皆空 其实就是一般来说 八韩记都是讲五云无我 那么大圣经就讲五云皆空 空云无我 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只有一切苦恶 所以说一般来讲 这个身心就是存大苦恶俱重 我们这个五云身心 五云远景 行远时 赐远不赦 乃至于身严饶死 忧悲苦恼 存大苦恶俱重 就是有生就有饶死 有生死 有生有死 中间就有饶病 验证会爱别人求的种种的苦 所以叫做一切苦 那么度一切苦恶 基本上就是 你只要断了无我 你决定出生死 你没有断了无我 你决定轮回 生死不离 长夜轮回的那些生死不离 所以我们之前讲过 无命守父 爱解守信 众生无命守父 爱解守信 长夜轮回 不知苦 知本迹 好 那么这个是在讲 这个跟这个 五云 什么是五云 这后面就讲到 色受小金色 那五云皆空是什么意思 就这个 这个就是在解释五云皆空的 好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观察五云皆空 那这一段 很有名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那么几乎 应该是怎么说 新经只要是北传的国教徒 大部分都会念 甚至是韩国日人 新经也都很熟 那这个我们也很熟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即是 可是 就是 很熟是很熟 知道是知道 但是要你说 你就很难说清楚 说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一般人 在理解这个也有很多种说法 那我们 我们现在 就是要怎样理解这一句呢 那 我们要以经来解经 这个是大圣经 我们这个新经是大圣经 那是大圣经 大圣经 我们这么说 大圣佛法 大圣经尤其是波罗经 这个是大圣的波罗经 初期大圣 波罗经 那波罗经很常见的 就是讲空 除了金刚经之外 金刚经没有讲到一个空 他都讲过 那阿含经都是讲过 阿含经 波罗经是讲到的 阿含经 阿含经 这生物的 他基本上是讲无我 阿含经讲无我 你可以这么说 小圣的阿含经 你不能讲小圣 根据佛教法 我们讲阿含经 是讲无我 那空其实就等于无我 空原来是等于无我 那后来这所谓不等于是因为无我分成 人无我法无我 人无我跟法无我 所以空后来指的就是人空法空 特别重在法空 一切法空 其实原来空就是指无我 那 我们再来解释这个东西 其实这一句话 《照见无云皆公》 这里就是告诉你 怎么样去观照 这个无云无我 那我们先来看 佛陀讲的我们知道 无我 我见之生死的根本 无我 照见无云皆公 是解脱的关键 就是你能不能解脱 看你能不能断身见 所以三截是断身见 出证出我是断三截 重点是断身见 身见就是我见 那么我跟无我 其实我跟无我 后来变得相当复杂 那我们现在有个观念 现在有个观念 佛法无我是关键 但是无我 并不是有一个我 我去掉一个我 不是 无我是否定这个我 无我是对我的否定 无是一种否定 无我是对我的否定 并不是有一个我 不是 是否定要你这样的一个我 不是 是错的 那么 这是我是虚妄 那么 我们要先否定到这个我 就是 这个我 到底是什么是我 就是说 在佛陀那个时代 到底都有哪些我见 那么我们才知道 这个大圣经典 就是波罗均在否定的我 是在否定哪一些 就是我们要先知道佛陀时代 佛陀时代 都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五欲持火 那我们才有办法 就是去理解 那我们否定要这一些 就是这些都不舒服 就是他要讲的是这个好 所以要先理解 佛陀时代表我是什么 那么上次有讲过 撒冷佛陀们祭有我 一切皆与此五寿命祭有我 好 我们慢慢来看 撒冷佛陀们上次有跟大家讲过 阿里多佛陀 富兰娜 波葡陀 莫切语 善若仪 还有弥剑子 这是六师 那 我们先来讲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我们以经来通经 就是以经来解决 以阿含经来解释心理 这样可能会 比较准确一点 我们也不用参考 也可以抢考 这之后我们再来抢考 但是我们现在以经来解决 以阿含经来理解 这个信经这样讲的如何是什么 我们先用扎阿含 这个上次也没有大家讲过 不过我们再讲一次没关系 就是来理解这个 扎阿含六十三经 扎阿含六十三经 叫做等观察经 我们先 等观察经 这个等观察是 南传给他取的 相应部里面取的 我们方便利我们记忆 我们就给他叫做等观察经 当然等观察经 若沙门佛罗门记忧 我们举的都是佛陀 或是阿含经里面 总结的我见是什么 有几种我见 那我们现在要否定的是哪一些我见 就是我们理解这个东西 若沙门佛罗门 我就是 建议就是旧大义来说 大概大概 那你们可以查看 若沙门佛罗门佛罗门记忧我 我取他这一段 若沙门佛罗门记忧我 若沙门佛罗门记忧我 我们收音记忧我 祭就是直取了 何等为母 现在我们来讲 现在我们来讲这母音 这母音结果 何等为母 你要先理解 这个空就是我 这个空就是我 无我就是对我的否定 对当时的火 对当时的火见的否定 这个火就是否定掉这个火 若沙门佛罗门记忧我 一切皆与词补受音记忧我 何等而理 瘾 written 虞受 如何指取虞受 虞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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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 见我 亦亦 应该是见世我 以身見視我與我相佔 以身見視我與我相佔 視我 視我與我相佔 如是 受想情事 見視我與我相佔 視我與我相佔 受想情事就是變 лич 主要為甚麼要照見五雲皆公 因為所有的問題在我見 所有的我見不離開這三種 这是五蕴 我见就是五蕴为我 五蕴为我 主要就是赐我 义我 相掌 这个跟 你看 集市 我们等一下来看 这个空如果我们就把它讲如我 空就是我 不过 波罗金的空 仲在法空 法木 不过他原来是要解决 就是 解脱的关键是人的我 但是你如果执着法人我 你也不能证得人我 总得是这里 所以他变成重心放在法空上面 法木上面 那其实 根本是 人我 五蕴为我 其实是这样 我这样讲很重要吗 我这样讲你们知道 我知道 那么空 即是色 所以即使 受想即是 亦露如是 这里有义不义 所以 你看 是我义我 有没有 等一下我们来看 他其实 这是有关键 是我义我 那么如果这个我 我们否定调就是无我 无我就是空 是空 义空 不义空 其是空 等一下我们再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 第一个 杂瓦 六十三天 等观杂瓷 若三万佛人 既有我 一切切离 受去既有我 何谈为五一色 见是我义我相加 如是 受想形式 见是我义我相加 那么这个就在解决 为什么要造就五一借口 因为 所有的问题的关键 都在 见 见寿是我 这个寿就是 于是受想形式 就五一见是我义我相加 撒门佛罗门 这个比较是撒门的 这个可能是 还没有办法确定 但是可能就是佛罗门的 放了一元论 这个是杂瓦六十三天 我们把它插掉 那么 我们把它写重点就好 见设事我义我相加 受想形式 事我义我相加 就是见 其实见就是执作 这不会动 可以吗 这不会动 这不会动 执作 执取 无欲 事我义我相加的 提运 事我 义我 现在我们讲的 现在我们在讲的问题 有一点点烧闹 所以 如果有问题 你们就会 现在 再讲一个 就是我们用阿安经来讲 第二个 阿安经的 也是杂瓦 一样是杂瓦 我们都用杂瓦来讲 杂瓦 伊零古经 伊零古经叫做仙音经 仙音是一个外道 仙音有天问佛 仙音问佛 沙门曲唐人是大众主 我们写一下 不好意思 就 沙门曲唐人是大众主 这是仙音问佛 外道主叫佛叫曲唐 它是属于 沙门的 主要是有沙门 沙门曲唐人是大众主 大众主 他这个教主 领导者 比较好徒弟 大众主 其中弟子 现在他讲一个问题 其中弟子 他有很多弟子 所以他是大众主 其中弟子 有命中者 特别人 即旨说 别人 他就跟他说讽 即旨说 就旨说 是对 别人说 这个弟子 收到邁 你看到某某某人生彼出 生到天上去 生到社界天堂 生到人間哪裡 道理天哪裡 某生彼出 某生此處 其實就是跟祂受盡 還有一種就是祂沒辦法受盡 沒有聖上哪裡的問題 那個是阿羅漢 其他都有 除了阿羅漢 沒有辦法說聖上哪裡 因為祂就最後聖上 其他都有 有時候會聖上教 這個先人就很奇怪 就覺得很奇怪 雲何沙門取淡得如此法 雲何為什麼 你為什麼這樣做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因為其他沙門朋友們沒有這樣做 雲何沙門取淡得如此法 沙門取淡 為什麼 你可以這樣記說 那你的記說是不是真的 得如此法 有如此殊聖的功德 有什麼 你有什麼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 那佛就跟祂講 現在在講到 就是說 到底世間有哪幾種 第一個是 世王 這個是總說 所謂的 遭教我們 底下就在講 佛就跟祂講 有三種詩 有三種詩 就是在這個世間 現在我們在總結佛 所總結的當時印度社會的所謂魔劍 他說有三種詩 我們應該是要把這個寫到這邊來 寫到 不要把這個寫小一點 太大 再空間 這個不用寫好了 還是要 這個東西不能等下 要寫 寫太大 寫小一點 因為我們要寫了蠻多東西的 召見 靈接口 度一切 靈接口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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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即是空 空即是舍 瘦小情是一夫一夫 伊 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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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是大宗族 其之地有命中的祭祀宣言 魔生彼祖父 魔生子祖 雲和沙門居然 得如是法 佛就跟虚 佛就跟仙人講 仙人問佛 我告仙人 世間 有三種事 處理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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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詩 一二三好 寫得完 有一詩 見現在世 見現在世 真實是我 三個禮拜我們要講 真實是我 而無人之命中或是 而無人之命中或是 真實 他看到現在 這個身心 這個身心是我 真實是我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知道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受阻 他們沒辦法知道死了之後 到底存在不存在 可是現在是存在的 這個是 基本上就是 斷絕就是 即入我 等於我們再講 這個即入我離入我 第二種詩 第二種詩 一切是我 命中說 一切是我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禮運我 離開這個五義真經之外 有一個我 然後第三個 第三個 不見現在是真實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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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是我 亦復不見 亦復不見 命中之後 真實是我 你們提供起來 我們念得就好 沒關係 就亦復不見 命中之後 真實是我 我用念得你們知道嗎 不用再想 還是要寫下來 我看 第一種 第二種 第三種 第一種就是這個 第三種 誰在這裡 好 對不起 誰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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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有三種詩 我跟今天你講 有三種詩 出於這個詩詩 出於這個詩詩 第2種 第2種 第3種 第1種 現在是 見現在是 真實是我 而無能之命中或是 而無能之命中或是 之命中或是 就是死後 沒有的死 他不知道 這個詩 這個詩是事情的詩 這個詩是世間的詩 這個詩是命中或是 這個詩會不會太小 你們看不到 太小喔 太小喔 看我看我看我 我看得太多了 沒關係 我們五番子都沒關係 你需要放慢一點 好 要放到麻煩你 就好 我就拿我修了 好 你這 老實說 有一個 三種 你看看一眼 是三眼鏡 見現在是 現在是 真實是我 這樣看有嗎 看有要顧嗎 你沒顧我是沒再錯過 你要看不懂要講 不然我是不知道真實是我 見現在是 真實是我 而無能之命中後的事 這個是105仙明經 命中後的事 因為主要是對仙明講 不是這個事 命中之後的事 到底是整理為什麼 他不知道 第二個 見現在是真實是我 命中之後一見是 一見真實是我 命中之後 一見是 一見真實是我 就是一見真實是我 這是第二種 有三種事處理事件 第三種 不見 不見 現在是真實是我 不見 現在是真實是我 真實是我 真實是我 筆定一絲 有三種事出現事件 就是當時 因為我們說我們要解決無我 無我是對我的否定 當時到底都有哪些我見 我們就是要這樣講 好 這是雜喃一言五仙明經 然後被仙明講 然後比第一絲 是什麼 長斷見 佛陀說的 比第一絲 所說為斷見 比第二絲 斷見就是 現在心自我 但我死人我就不成長 不能自製 命中之後就沒有 死人就不成長 這是斷見 斷見 我們又叫做 是我 剛才跟他講 是我、與我相長 最後就是 是我、亦我相長 是我就是 五蕙事我 五蕙就是我 有時候叫即運我 即運我 我把他寫在這裏 我介入我 其實後來是越來越麻煩 後來這個我不我的概念 就是越來越哲學或聖謀 那就是越來越不容易明白 那佛陀詩他其實老實講的沒有那麼比較明白 我們就有看 是我亦我相將 是我亦我相將 那麼是我一般來講就是疾亦我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解決疾跟亦的問題 疾亦我 五亦就是我 離亦我 亦我是離亦我 就是五亦不是我 這個身心之外另外有一個真產不變動 叫做離亦我 這樣看得清楚 可以嗎 離亦我 這個相在就是 我在五亦中 五亦要我中 比較像是犯人 但是我還沒有辦法完全確認 還要再唱 因為基本上它是我在五亦中 五亦在五中 可是佛陀門的概念就是 等一下我再講 第三個就是 佛陀門的概念就是 涉及事物 而且是 五二五亦才能不變 比較像是犯人 不過這個它的解釋是 我在五亦中 五亦在我中 如果我們以六四外套來講 這個是斷肩 這個是長肩 斷肩就是阿姨多的 六四外套到阿姨多的 長肩基本上是 富蘭娜之外的都是長肩 那這個比較像是 換我來論論 換我來論論 那現在主要是這個 事我利用 長肩 那這個 佛陀說 比第一詩所說為斷肩 比第二詩所說為長肩 那第三詩呢 第三詩就是佛陀說的 就是如來應等正覺所說 就是如來應等正覺所 就是有三種詩 就是基本上佛陀的無我 是在否定這樣 如來應等正覺所 他說比第三詩 第一詩是長肩 第二詩是斷肩 比第三詩 如來應等正覺所 應等正覺 應等正覺 應等正覺就是佛陀說 因為他們問他嘛 你為什麼 定者命中之說 你可以跟他受低 這個身上哪裡 這個身上哪裡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能夠這樣 其他人沒辦法 沙昂佛陀的沒辦法 他就跟他講 因為這兩種 那為什麼可以 如來應等正覺所 憲法愛斷 憲法愛斷 憲法愛斷就是什麼 憲法愛是什麼 就是我愛 我見 我見所夫 愛人 就是這個無名所夫 就是我見 我見所夫 愛人所信 我愛所信 所以才有如來 現在憲法愛斷 所以如來憲法愛斷 離憶 面經 面白 所以如來 如來也能夠記說 這個大難道 因為根本是在火箭 能夠記說不能記說 要告訴他有我 如果他已經徹底斷了 巨神火箭斷掉了 如來也不記說他去哪裡 但是因為他沒有斷掉火箭 即使正出火 分別火箭斷掉 巨神火箭還不斷 他仍然還會入圍 兩道入圍或一道入圍 兩道入圍的是出國跟二國 一道入圍的是三國 他就在世界天空 不能入圍的是四國 就是六道入圍的是法國 兩道入圍的是出國跟二國 七往來跟一往來 一道入圍的是三國 他只道五不環天 他只道射天天空 他也不來人間了 不來人 所以他一道入圍 但是他還有生死 不能入圍的是阿羅漢 你們好像懂了 所以他在跟他解釋仙明 那這裡 《詹纳喊仙明經》 這個仙明經在講的詩 就是一樣 就是長間斷間 吉運我、離我 他是在講吉運我、離我 他講怎樣的 吉運我、離我 他說第一個是斷間、第一個是長間 這是仙明經 好 那現在來看 大空法經 我們終結佛所說的這一些 好 我們把這個插入 好 我們把這個插入 好 好 好 第三個 也是雜 我們都解雜 第一個是雜 那個三間 第二 這個是二級有七間 二級有七間叫做大空法經 大空法是他經文本身就叫大空法經 這個應該是有故幫他加上去的 大空宝巾 大空宝巾叫年輕重大 這個比較簡單 大空宝巾是這樣叫的 大空宝巾 前面我們就不引用了 我們只要引用我 什麼是大空宝巾 具體來講就是 孤明年行、行年事、四月明日 來自你 生人老鼠、除道不聚集 他來講 老鼠是誰 誰有老鼠 就是老跟死 他重點是 若見眼 他講兩個裸見 若見眼 命即是神 命就是 平穩脫見 命即是神 因為我們平常這樣講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命即是神 若負見眼 第二個 若負見眼 他這樣講 若見眼 命即是神 比犯恨者所無佑 他是說 若見眼 命即是神 這個是大空宝巾 雜案 二九七七 若見眼 命即是神 比犯恨者所無佑 犯恨就是 得清淨解脫的 分辨者所無佑 不會有這一種直取 不會有這一種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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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種 若負見眼 若負見眼 命義身一 因為我們才解釋 即是跟義的問題 即是 命義身一 好 命義身一 特別像我們可以對著 社即是叩 社不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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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義身一 比犯恨者所無佑 也不會有這種概念 真正得解脫的人 决定解脱的人,清淨的人不会有这种概念,不会有这种执着 命运圣经比犯人者所谓,一样是比犯人者所谓 佛陀告诉我们,与此两边,与此两边,这个就是两边 就好像《心灵经》讲,长是一边,断是一边 佛陀离子两边,那这里一样,命运圣经就是吉祢我 其实就是吉祢我 命运圣经是离运我 离开这个五蕴圣经,有一句话 离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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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两边 心所不随 心所不随,正下重大 所以他叫大空蕴圣 当然 他前面还很大动作 佛陀自己归纳 如果无我是否定这个我 那到底都是 讲什么我 因为这里讲到 射的一个空蕴圣的问题 因此两边的心所不随 心不要随这个跟这个 就是不依这个 正向重大 正向重大 就是离两边 离这个错误的两边 走正确的,中道是正确的 不是走中间路 所以这个第二 插和射把射的 一样 就是命即是生,命义生意 命即是生,命义生意 命即是生,命义生意 命即是生 命义生意 雜阿一日已知 見你現在是 真實是我 乃至已見未來是 真實是我 其實也是經文英文 這個是所謂的大佛寶劍 最後一經 第四個 《肌肉經》 第一個是《等觀察經》 雜阿這經叫做《折珠祥君》 他是講無相三昧的 《折珠祥君》是他的《總壽》裏面說的 《折珠祥君》 他起因是這個弟子在偵察 《折珠祥君》講什麼呢 他起因是這個《折珠祥君》 寫小一點也不行 不然就全部把它列出來 《折珠祥君》是講 寫多一點 他是說 《善男子善言》 我們這次把它寫多一點 《善男子善言》 《善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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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习多修习 佛法常常讲 修习多修习 先见 修习多修习无相三妹 对无相三妹 怎么是无相三妹 怎么样他会讲 可以怎么样 住甘露门 甘露门就是不死门 就是推肚窃骨耳 住甘露门 乃至就近甘露门 乃至就近甘露门 就是可以正阿罗话得解脱了 住甘露门就是你可以入不死之门 真的出国就已经入了这个门 走到正道阿罗话就就近甘露门 然后佛法就说 我不说此甘露门依三见者 又讲到这个世间有三种见 跟前面讲的有一点点不一样 他就是多提出了所谓婆罗门的概念 是撒门 婆罗门 撒门基本上不是是我就有 婆罗门基本上 也不是像撒门的就是无印之外有我 也不是说无印之外 无印就是我 杀入了这个无印跟这个我是结合的 乃至就近甘露门 我不说此甘露门依三见者 意思就是说 正的甘露门绝对不会有这三种直取 我不说此甘露门依三见者 合同为三 让我来看 有一种见 如是如是说 有一种见 有一种见 如是如是说 说什么 然后命义生意 命即是神 也要跟这里讲的 命即是神 第二个 写在下面 命即是神 第二个 有三种见 第二个 父有如是见 父有如是见 又有一种见 又有一种如是见 说什么 命义生意 这两个跟这个 这个大佛法经讲的一样 大佛法经 若见人 命即是神 若父见人 命义生意 放变者所用 离此两边 就是 离此两边 就是 他基本上 就是 心所不遂 正向中道 离这两边 行中道 行正确 这两种是不正确的 不远无是见 命义生意 还有第三种 右坐是说 社是我 这个上次我们讲到 应该上面有个人讲 社是我 其实就是五蜜之物 后面就是受想人 等一下我们再来洗 法兰斯文讲 社是否 他是這樣說的 色是我 無二無一 即是又不義 色是我就是色即是我 無二無一 色不義我 無二無一 長存不變 等觀察經 見苦慾赐我一無相長 他寫在這裡 從這邊寫好 扎仔六十三 等觀察經 視我一無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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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仔六十五 宣令宣 然之可以 宣令宣 宣令宣 基本上是 索仁真 ד 見现在是真実 即使是寂寞 0 stop 見現在是真實是我 或見現在是今世後世 真是以後我 他其實是這樣 他其實是經文 但是照他們的經文講的是 見今世世我 就現在是這個世我 今世世我 第二個是見今世後世 都世我 真是以後世我 這個是理論 其實我們可以講 見現在世世我 見現在是未來世世我 其實是今晚於我 那佛陀基本上是 不見現在是真實是我 不見後世不真實是我 這是內部經文 大空法經 大空法經是297經 祂是命即是生 命亦生亦 命即是生 命亦生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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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就擦掉了 好 那現在講的是 折出想去 我本來講祂叫做 叫做無相三位去 但是祂原文是 祂的送子 折出想去 無偶依 長存不變 那這個是 三個 三個主要的 那 這個就是上次我們說的 若沙門 這個是沙門 若沙門 婆羅門 這個是婆羅門說的 婆羅門認為 我們把這個經文講得很好 色是我 不厚不義 色其是我 不厚不義 長存不變 那就是 甘露露凰 不依此三種見 他說 多聞聖弟子 多聞聖弟子 無事思維 無事思維 你要這麼想 無事思維 思維什麼呢 世間佛有一法可取 而無罪過者 要這樣想 這個世間 那麼 其實 主要是這個無意思維 思維 思維 世間佛有已法可取而無罪過者 我若取色 即有罪過 我若取受想 如是受想 我设计时,即有罪过,我若取社 其实这个就是五年之间,我若取社 所以这个设计时,我后面是受、饭、显示 我若取社,即有,即有罪过 他的即有跟即有都一样,我若取社,即有罪过 若取塑祥形式,拾有罪过 若取塑祥形式,极有罪过 若取塑祥形式,极有监控 若取塑祥形式,相对 总因禁止 若取塑祥形式,而你找无私 irasão若取塑祥形式,可del rajou 若取塑祥形式丐羽的未来 若取塑祥形式,若取塑祥形式 若取塑祥形式 若取塑祥形式,若取塑祥形式,若取塑祥形式 無所取者 自覺念了 就可以渡戒苦 自覺念完 就可以怎麼樣 我生已經 放黑禮令 所作以受 自知不受厚人 我們就不寫了 他就是自知自作之 我生已經 放黑禮令 所作以受 自知不受厚人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澤珠祥經》 大家不像善略 他這裡講到三種間 善略的代表 《沙門婆羅門》 就是本觀察經裡面的 若諸沙門婆羅門 既有我 一切皆於此 無受厚人 既有我 見受想行事 視我 亦我相加 所以重點在這個五頁 五頁裡面 沙門六師外道 六師沙門 阿一都是斷約論 斷約論就是所謂的我 我們來看 他說這個色真是我 但是這個我不是很慘的 就是 身心合合的我 我死了 沒有這個靈魂那個我 所以那個我的概念不一樣 這個極色是我 這個色真就是我 你所謂我的這個概念 就是這個身心而已 身心死了 我就不存在了我 那個靈魂是 這個身心不是我 身心之外有一個我 那這個身心之外的我 那個是靈魂 這個身心的我 不是我 所以 靈魂我的那個我 跟極我的那個我 是不一樣的喔 怎樣 你們這樣 我看 我看 你們好像位好很多 就是 我們現在在覺得這個我的東西 其實我滿麻煩的 老實講 不是說我麻煩 是說這個我很麻煩 就是說 因為我的概念 其實也不斷在改變 所以你看心理學佛洛伊德講 超我 懂我 自我 那這個我又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牽著那麼多 我們純粹從阿罕經裡面去看 那佛陀時代 佛陀時代 怎麼講我 那因為無我 就是對我的否定而已 無我 就是對我的否定 所以你一定要先知道佛陀時代 是怎麼講我 你才知道佛法裡面的無我 是在否定些什麼 其實這樣 那如果我們總結來看 不管是從生跟死後 還是就現在這個古印身心 還是離這個古印身心 其實佛法後來從幾個角度 就是榮術收起這些阿罕經裡面探討我的 寫成八目中道 其實是這樣 就是時間上 空間上 但是我們現在簡單講這個 就三種 這樣看起來就三種 命即是生 命一生一 還有這個 這個攝氏我 因為他後面就講受強行事 然後極有罪過 其實就是無印即死我 可是這個無印即死我 這個運即我 這個我們重新寫 這個已經不用擦了 我們就來探討這個 因為他這裡是命一生一 所以最主要其實就是這幾部經 講我的了 這個是佛陀自己總結歸納的 這個世間有幾種說法 那我們知道了 那我們來看 就把這個插掉 這個是無印象上面 他叫折朱想盡 我們就依這個來守 就三種見 我不說此 甘霧涅槃 依三見者 就是你真的要度一切苦惡 涅槃就是 甘霧就是不死要 不死要就是 你要除非不死人 就是你要正涅槃 你才有辦法 就是吃了甘霧涅槃 他絕對要比三種見 不然你沒有辦法得解脫 所以乃至舊金剛主義就是 涅槃跟無印涅槃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那現在看起來就是三種 一、二、三 一個就是命 命即是身 命義身義 命即是身 命即是身 這個身不是這個色身 身是指什麼 身是指什麼身 是什麼身 對五印身 身是指五印身 你不要變成身心 變成色身 身不是色身 是五印身 他是色受想行者 因為他是這樣 五印是色受想行者 五印是色受想行者 他其實是身跟心 應該是身跟心 那身是色身 是顔而不知的身 這個心是受想行者 但是他不是指這個身 他是指五印身 就身心的中而體 不是指是身 命即是身 第二個是命義身 這個命義身 這個命指的是靈魂 類似像意識 靈魂 還是這個敵 有一個精神的體 自己 他有很多種說法 神我犯我自信 然後這個種種 種種的這種說法 我有十六種意名 我人眾生受者命者 生者養者 眾書 知者見者 騎者是騎者 受者是受者 坐者是坐者 反正就有非常多的名詞 這些通常都 命者是生命的現象 但是他並不是 他是說 類似像靈魂這類的東西 類似像我們說靈魂這類的東西 精神意識 但是命即是身 意思就是說 你認為的那個靈魂 那個命 其實就是這個身體而已 那些現象 不過是生物理的現象 然後反映出來 沒有真正的靈魂 所以他講的是這個 然後這個命即是身的命 所以這兩個概念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概念是不一樣的 命意 生意 它不是 就是禮運我 所以我們說這個是 極運我 這個是極我 五運就是我 這個是離運我 離開這個五運之外 有一個我 好 那第三個 第三個 其實一樣 就是這個 命即是身 但是無偶運 就是說 它一樣是極運我 但是極運我是斷面 極運我就是死後就沒有了 極運我是斷見 極運我這個是斷見 這個是常見 身心死的有一個不死的 但是 它是這個字 色是我 無二無一殘存無變 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色是我 無二無一殘存無變 色是我 這個色指的就是這個密 不是指的是這個身 指的是這個身 神死我 就是瘦所行事 這是無一生 身指的是無一 我們就把它底頭看起來 色死我 無二無一 長存無變 如果我們再從 這個限定經裡面講的 現在是死後 死後沒有 現在是死後 死後依然是我 那現在是這個我 跟死後這個我 是因為 它那個靈魂進到這個身體裡面 所以身體死了 那個靈魂還繼續存在 一真實是我 那當這個靈魂進入這個身體的時候 這個我是真實的 靈魂離開這個身體的時候 那個靈魂還是真實的 是這樣 那當時 犯我論不責要的時候 婆羅門 如果沙門婆羅門 這個講的大多數是沙門 那婆羅門就基本上認為 一切世界的根源 它叫做一元論 圓就是根源 一元論 那一元論 唯物論也是一元論 它的根源是物質的 是物質的而已 那物質沒有 沒有精神實體的存在 它也是一元論 那這個 這個有物質的 有精神的 等元 這個是二元論 那 物質 物質也有實體 比如說極緯 所以比如說 撲斧筒 它是元素論 它元素是存在的 但是它還是 有這個什麼 有這個實質 命非命 尼劍筒 尼劍筒也是這樣 有命 有非命 有物質的成分 也有精神的實體 有物質的實體 跟有精神的實體 這個是二元論 那有多元論 就是非常多這種實質 那婆羅門 它是一元論 它是犯我 一切世間物質的 都是由犯而言的 精神也是來自於犯 物質也是來自於犯 所以它變成 色是我 不後一 殘存不變 那 我們在 這個是放我一元論 我們把六師 六師我們上次 六師是沙門 然後還有婆羅門 這個是當時最主要的 修行觀點 六師 就是阿彌多 阿彌多是吉諾 只有物質的 我們叫做唯物論 唯物論又叫做斷見 這是代表的是阿彌多 其他的 其他的 傅蘭娜 雖然不相信一國月報 但是他還是有一個實質的我 然後 他是無因論 解脫不解脫 不是看你用功 不用功 就是無因論 然後 這個 澎湖土是 顏述論 另外 薩洛瑜 他是不定論 他是 懷疑論 另外有 莫切瑜 莫切瑜是 不定論的 什麼時候解脫不知道 然後 就是 偶然論 這些 但是他還是有解脫的 他還是有一個精神的實物 所以這一些 就是 沙門裡面 基本上就分別派 沙門裡面基本上就分別派 極運我跟靈運我 主要是怎樣 那 普洛門比較像是在這個 普洛門 色是我 五運 極是我 但是這個極運我 這個是靈運我 這個色是我是極運我 長存不變又是靈運我 所以他也可以表 非極運非靈運我 如果我們從極運我就是這個身心就是我 死了之後我就不存在 因為身心就是我 那我這個身心會壞掉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身心就沒有我 沒有這個身心就沒有我 這個是維吾論的概念 是這樣子的 身心就是我 沒有身心就沒有我 那身心後來就會成為灰塵 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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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理應我是這個身心是我 是因為有這個靈魂進入這個身心 這個身心壞掉了靈魂是不壞的 靈魂離開這個身心 又去找另外 成就另外一個身心 是這樣 那 普洛門的概念又不是這樣 就是即使這個身心的我 都是泛 都是由泛而來 那泛是長門不變的 泛是主長 泛是長門不變的 所以你看到它會變成這個色彩 其實還是你來自不變的泛 所創造的 所以它本質還是不變的 所以不管是物質的精神的 都是來自於泛 唯一的泛 所以就是泛我和一論 那這三種 就是當時最主要的我 那佛陀否定的 主要是這兩種 那當然也包括這一種 那當然也包括這一種 所以這個是在當時最主要的三種的惡 我 吾我 吾我 吾我就是不是這三種惡 所以 我不說此甘霧涅槃 依三惡者 絕對 如果你依三惡者 如果你依三惡者 不可能證著甘霧涅槃 所以吾我基本上就是否定掉這一些 你只要否定掉 你只要故意這三種 那麼你所贈得的就是 實相的果然 就是你就是贈得我 所以主要是這樣 所以我是這三種 好 那麼這樣來看 等於我們來看 這個色不利空空不利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是講到幾點 好 色不利空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 即是跟意的問題 即是跟意 是跟意 所以 色不利空空不利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先來看 我們剛才講那麼多 就是要先讓大家瞭解 佛頭時代的果界 大概就是什麼樣 經過佛頭的貴 大概就是 因為佛頭 否定就是這一些 好 那我們先理解一個概念 這個色指的是 後面就是壽小形勢 一目無視 所以這個色指的是什麼 吳運聖 色指的是吳運聖 這三個 大家不用吵 再來一下 然後 不義 不義就是 不義就是歧視 然後就是 因為我們講 生命義生義 因為它現在講的是這樣 然後空講的是什麼 吳我 否定掉這個我 好 那我們把這招來 來 把這來對照看 那麼 如果我們現在來看 命即是生 命即是生 現在這個生是吳運聖 我們把它調過來 命即是生 生即是命 生 即是命 好 這個生是吳運聖 生即是命 這裡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因為它先寫 命即是生 我們就先寫這個 因為它這個是色 不義空 空不義色 那麼 命義生義 所以我們 好 把這個招來 從這邊講 順序不太一樣 好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好 這個色指的是吳運聖 瘦響 瘦響是義不如是 所以色的色指的是 吳運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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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做吳取韻 又叫做吳受韻 吳取韻就是 你有直取色瘦響 就叫做吳取韻 如果你不直取色瘦響 你就不叫做吳取韻 你只叫做吳運 所以佛統有吳響 我們有吳取韻聖 就不一樣了 那這個吳運聖 即是空 空說我們說什麼 是吳我 那麼 從這個來講 命義生義 這是 剛才講什麼 這個生 命即是生 生即是命 命即是生 我們翻過來 叫做生即是命 命即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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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即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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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命 這個命 是指的是我 那這個我又有所謂的 是我亦我 跟相在 相在 其實真的是有一點複雜 是我 亦我 相在 就沙門、伯龍門、所祭留我 我們大概可以這麼看 這個是啟運我、禮運我 這個是暴母 但是一般來講 這個是社交文、文靖文社 就解釋得多了 命即是生 五運生 生 這個是福定生 即是 這個命是我 不管是 即我、禮運我 但是他這裡主要是即 主要是即我 你看 你看這個相對 社即是空 生即是命 可是這個命指的是我 那佛法是否定什麼 否定到這個我的 佛法否定到這個我 用什麼來代替 用無我 大聲用什麼來代替 用空 所以 他看起來其實就是變成 社即是空 有沒有 你認為這個五運生心 就是我 五運生心就是我 可是 佛法我跟妳講 五運生心就是空 就是我 我 五運生心就是我 是不是 所以 命即是生 生即是命 社即是空 空即是生 空是無我 空 空 無我 就是什麼我 就是這個身心無我 不是什麼我 就是這個身心無我 所謂的無我 指的就是 身心的我 不然還有什麼無我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 如果我們這樣來解釋 看起來就比較清楚了 你用很多哲學的概念 加進去 有時候我們會 論不清楚是 就是轉來轉去 轉不清楚它是什麼 但其實 如果我們從這樣看 從我們從這個 《等觀察經》裡面 《沙門伯論記我》 《一見見以此無所》 這個是總說 這個是總說 一見的我不離開這個 然後是一說 就是 大空法前者 若見得命 幾次生意 若父見得命一生意 其實你就在講這個 社會公空不一色的東西 然後你看 那個哲主享堅 他講的就是 有三種堅 那這三種堅 不會因為是 沙尼伯論的見解 是我 亦我 相在 所以這樣看起來 就比較清楚了 這個命即是身 這個身是無命身 這個命就是 我 我見 我見主要是 這個即是我 因為沙門 比如說 阿姨都強調的就是 這個身心就是我 身心就是我 就是命即是身 身即是命 他強調就是這樣 可是這個不對的 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 命 就是這個命 這個命指的是我 但是佛法否定到這個我 所以 身 無運身 就是無我 從無運身裡面看到無我 那一般是 從無運身裡面 就知道我 見我 就是你的我見從哪裡 我們說 我見是生死的真結 我見是生死的真結 你才能解脫 從哪裡真得無我 從無運裡面真得無我 從無運裡面真得無我 因為什麼 因為你的我 就是從無運裡面產生的 是不是 所以他從這個地方 從無運身心的當下 去看到我 因為你是從無運身心裡面 去執著於我 所以命即是身 身即是命 其實就是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這個空是在否定 這個我 不是有一個空 我們說空是在否定 空是等同無我 無我是在否定我 無我不是說 去掉這個我有一個無我 不是喔 他就在哪裡否定 所以你就在你執著的地方否定 你執著的地方在哪裡 在裡面身心 所以這個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其實就是 命即是身 即入我 好 那現在要講 射不一空 空不一射 我們講 命意生意 因為有三種見法 命意 其實主要是這兩種 另外一種是 farmament 它是有點像相在的問題 命意 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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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 就是我 就是我 意 就是意這個生 就是命意生意 就是命不即是生 命與生意 命與生意 命意生意就是這兩個是不要的 簡單講就是命與生意 是不同的 是兩個 它這個是自一個 命就是生 所以這個身心死掉了 命就沒有了 我就沒有了 那這個是命就是我 我跟這個生意 無印身心是不一樣的 我進入這個無印身心裡面 這個身心壞掉了 我還存在 我就出去啊 我出去找另外一個身心啊 就變成是這樣 所以命與生意 所以命與生意 那現在告訴你 這個是無印身 這個是無我 這個無印身當下 其實就是無我的 是一樣的 因為無我不是 就是社無印空 社與空無二無印 婆羅門講的是什麼 社是我 無二無印 殘存不變 但是他告訴你社是無我的 社與無我 無二無印 婆羅門講的社與我 無二無印 有沒有 所以他 他告訴你社無印空 其實是否定掉 第一個否定到婆羅門 這一種社是我 無二無印 殘存不變 第二個否定掉 這個理應我 離開這個身心有一個我 你到的天啊 你連結得起來 不過你如果去把那些 就是稍微寫下來 然後連來連去 連來看 你說你會比較去土喔 我是連了很久才稍微有一點點 稍微有一點點 這個到底是怎麼樣 稍微有一點去土喔 那所以 命 命 利 生意 社不義空 空不義色 你的無我 你的無我 其實就是在這個 無印身心裡面 找到的無我 其實他 不義就是 其實他是一樣的 無我就是身心的無我 所以其實這兩句是從 其實他是從 給予我 離應我 或是 色是我 或是 這三個 裡面 去否定掉 因為 他是肯定 色就是我 或是 離開這個色 有一個我 可是他現在用肯定的告訴你 色不是我 色是我 身心是我 離開這個無印身心 也沒有一個我 沒有一個特別的我 因為無我就是指這個無印身心的我 不是離開這個無印身心有一個我 他是講 離開這個無印身心有一個我 所以他告訴你 離開這個無印身心也沒有一個我 他就是否定你要你這個字而已 所以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其事 亦復如是 即的就是這個色有想其事 這個是無印身心 後面 不是一個一樣 其實就是無印身心裡面 因為有些人認為 色是我 有些人認為 受是我 想是我 行是我 事是我 基本上是怎樣 所以 佛陀上次我們講 佛陀教我們觀五印有幾種觀法 過去現在未來 內外屈膝好醜眼鏡 或是 無印個別不為觀 色如巨墨 色如水炮 響如洋夜 息如巴薑 視如煥浪 從這些去觀 但是大聖他比較不怎麼觀 大聖佛把他直接關心 因為心事阻擋 直接關心 所以你看這個寶劑經裡面 寶劑經他這座三種觀法 也蠻 蠻 就是三十 三秋 那是什麼 三米 對 他就從這樣去觀 就簡單 但是這裡告訴你的 其實就是先 否定掉 否定掉原來 婆羅門所知道的 或是沙門婆羅門所執著的 我見 只是他用 空來代替我 用空來代替我 用空來代替我 用這個色來代替這個 命 代替這個身 因為基本上我們看到的都是 命即是身 命義身一 都是這樣的說法 命即是身 或是命義身一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我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我 不管 那 離不離開 即我 離我 或是相在 婆羅門的 這個 色是我 我偶義長求不變 所以他講 色不義空 空不義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他先告訴你 補運中 補我的道理 那要觀的話 其實他這個是先告訴你 這個觀念是錯的 那觀當然在經典裡面有很多種觀法 就我們剛才講 就是觀過去現在未來 那內外出世要好久遠見 這是種種的觀法 所以 這一句話 召見魯明界空 杜明界骨頭 舍利子 那我們這舍利子沒有講 我們再講一下 這個可能回去還要再稍微 寫寫想想給你一點 那麼 舍利子 舍利子就是舍利 大家都知道 那有些人 不要看見那個 那個人眼的舍利子 不是這樣 他基本上 舍利是他的 母親的名字 他有三種說法 老實講 舍利子這個名字也有三種說法 依母親的名 依母命名 他的母親叫舍利 帕留舍利 其實應該叫撒利 撒利 所以他有時候舍利就是 減分撒利 夏利夏利 撒利夏利 我們已經在北京一類舍利的兒子 所以這個是犯音 這個是華音 法犯何異 舍利的兒子 依母命名 她的母親叫 帕留舍利 帕留舍利 他另外一個名字叫做 幽波提舍 舍利我另外一個名字叫 幽波提舍 依父命名 提舍 不過我們習慣叫他 這個 舍利 舍利 舍利福就是此的意思 舍利子 依父命名 依父命名就叫做 幽波提舍 舍利福就叫做幽波提舍 另外一個名字 提舍是他父親的名字 所以他依父命名叫做幽波提舍 光明的意思 提舍是他父親的名字 所以他依父命名叫做幽波提舍 所以他依父命名叫做幽波提舍 有些人說他的父親叫幽波提舍 反正他大概有這三種 幽波提舍是 幽波提舍 是依父命名或依春命名 舍利 舍利 舍利是一種名字叫舊鹿 像佳流、貧血、蛇蠣、極樂世界的鳥 不是說極樂世界的鳥 而是極樂世界又是印度常見的鳥 名命名 居立頭也是 居立頭叫做木劍蓮 他另外一個叫做木劍蓮 木劍蓮也是依母命名 她的母親叫做木劍蓮 其實是這樣 如果依村命名叫做居立頭 這個是蛇蠣子 有些人不知道能蛇蠣子 因為這個玄奘的話是翻你的 它就翻蛇蠣子 有些人認為死後燒掉的蛇蠣子不是 蛇蠣是一種鳥 它依母命名叫蛇蠣子 這個是佛告訴蛇蠣 蛇蠣佛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其是空不亦色 色其是空不亦色 這個是在說明五運無我 我們說過五運無我的道理 你把這個空換成無我 然後再把這個我 再把這個無我換成我 把這個色 色 換成色 你就換到色其 就是命即是生 生即是命 這個是外套的說法 命即是生 生即是命 命亦於生 生亦於命 但是現在告訴你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其是空 空即是色 意思就是說 否定掉 要當時常見的這些火箭 其實是這樣 好 時間到了嗎 給我 這樣 你要先過去嗎 先回向吧 先回向吧 願以此功的 願以此功的 不及其切 不及其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有什麼目的 到這兒 等下 要讓我 我 能夠 感谢观看